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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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驰的大灯 我从这里看奔驰的大灯 只要看中间的这几个数字就行了 前面的数字和后面的数字都不用管 水箱框架是正常的 前大梁正常 房转梁正常 右前大梁正常 前缸锡灯盒也是正常的 前缸有喷漆的痕迹 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有喷过漆的痕迹 看一看 固扇周盖没有拆卸痕迹 行门石盖也没有拆卸痕迹 右前车面也没有拆卸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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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背腔盖连接螺丝也是正常的 后油板正常 右后叶子板正常 左后叶子板正常 左后叶子板正常 机盖延期 这个车盖也正常了 左腹车门螺丝正常了 没有开机 左前车门螺丝也会正常了 来看一下这个车 该车是18年8月份生产的 9月份上班的车子 下面来检查一下漆面 目前整车漆面测量以后 只有枪保险杠有喷漆 其他全部都是原车漆 针对一台两年的车 保养的非常不错 现在来读取一下车辆的故障码 目前出现了几个故障码 车辆稳定系统 大灯的故障码 我们来消除一下 因为德系车不同于日系车 德系车的电控系统比较多 就是正常车况下 包括在自载的电去消码的话 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有些故障码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 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目前表现功率说28,840公里 来试一下空调 空调系统也是好的 声音大调系统就好了 光阳台正常 下面来进行下录制 2.0T 184T马力的发动机 匹配9AT变动箱 动力表现的比较顺畅 2.0T 184T马力的发动机 拍的这个比较量 我这号太多了 下面来看一下底盘 后重量正常 底盘整体的要对着 前面感染器没有楼油红率正常 右前感染器没有楼油红率正常 重量量都正常的 变动箱油底盒没有渗油红率 发动机有底盒也是正常 没有渗油红率 变动箱没有拆卸红率 发动机没有拆卸红率 传动箱正常没有拆卸红率 刚刚底盘我们已经升起来检测过了 发动机变动箱传动轴都是正常的 没有拆卸和深入红率 两根前大梁两根后大梁 包括后卫板 都是没有碰撞的 变形的痕距 目前18年上牌的奔驰C200 运动款 在二手车的市场行情价 25万大到27万左右的行情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 花267万不如买一台新片了 因为新车优惠后裸奢价 也就在26万多 但是新车是奔驰C200 是1.5系的汽油发动机 包括奔驰C260 也是1.5系加48伏轻混的动力 如果想买2.0T的话 就要买奔驰C300 落地价格都在40万以上 这样看的话 19款之前的奔驰C200 2.0T的发动机还是挺香的 现在我们林牌已经拿到了 马上又回合围了 林牌一定要贴到前玻璃的右下角 后面的林牌贴在玻璃的左上角 就可以了 去语取给关键 是不是 应 Mojoo 我 wait 真的 是 wireless 早晚 ahl 是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